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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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DJI 服 已經六年半了 DJI 服 是我的第二家 我 最美麗的承諾 就是 我要和 DJI 服 一起變老 這句話呢 是我們的創會會長 林念青說過的 我 謹記在心 因為在這裡 我得到了許多的愛 我第一次加入演講會是 32 年前在創新演講會 那時候 參加了三年 然後就退出了 接著 102 年 我工作在奧盛銀行 成立了演講會 於是我就加入了 在奧盛銀行的第一次我發表我的破冰演講 那時候 我的講評員 是 DJI 的創會會長 我的 PPT 就是張彥慈 當天除了彥慈之外 還有我們的 瑞翔會友 還有 彥慈會友 所以這就是我和 DJI 第一次的相遇 大家要不要猜猜第二次是什麼時候 這個答案 瑞翔會長應該知道吧 是什麼時候 是你的演講 你繼續說 第二次的相遇就是在 在一國 103 年的春季大會上 那時候 瑞翔會友是大會的執行長 那時候 其實瑞翔會長應該對我印象還不深 我就在角落 吃著我的午餐 他竟然可以走過去 跟我說 嗨 還給我了一杯麥香紅茶 我不知道 他是不記得的 那個時候呢 晚上讓我最難忘的就是 舞台上是 TGIF 的會友 在那裡唱啊 跳啊 我在上面看著目瞪口呆 怎麼會有一個會這麼的活潑 那時候其實工作上有低潮 所以我希望我能夠去感染那個 正向的氣氛 於是呢 我就來到了 TGIF 的會議 這個場地是 LASK 的辦公室 那在那次的會議之後 我在這裡 看到嗎 在那之後呢 我又去來了四次 然後我就正式成為會員 然後我又當了職 呃 事務長 才剛加入就當事務長 然後一路走來 其實在 TGIF 就是我整個幹部的旅程 就是誰 夏保羅先生 他屬第三任的會長 那時候 105 年的 5 月 他打電話 他在發訊息給我說 艾瑞絲 你要不要當我的教育副會長 哇 我真大膽 我不到 10 分鐘就要說 好 我願意 我問保羅說 為什麼你選我 保羅說 我看會員的名單啊 我覺得你是那個會跟我一起 關心會員成長的人 所以我選你 真的是 直到今天 我當會長 每次的會議結束 保羅都會發訊息給我 恭喜我 又成功地度過了一次的會議 即使是今天 保羅在醫院陪著林慧 他仍然電汽著這個專業的攝影機 錄影機還有照相機 所以電汽今天早上 可以給到醫院去跟保羅拿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保羅是真的關心每個會員的成長 我 我覺得在這個會裡面 沒有人能夠做到像他那樣 可是其實大家 每任會長都很棒 真的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任的會長 康傑 他讓我最不可思議的是 一個美國人 他竟然能夠從排大歷史研究所畢業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口試的過程 所以他的中文程度一定非常的好 康傑跟他的太太非常喜歡日文 所以他的家庭決心 辭掉了 通知英語教授的工作 然後他就遠到日本去 讀日文 但是呢 他心有不甘 因為他覺得他在演講過這麼久 他發願一定要拿到所謂的傑出會友 於是他在短短的三個月之內 就在拼 他替我們TGIF拿到了三分的教育學分 四分的教育學分 同時也讓他自己拿到的所謂的最佳會友 他真的很好學 因為他還在跟我做語言交換 他會寫作文 然後讓我幫他改 這就是康傑 接下來 雲珍 雲珍在哪裡 雲珍是我們TGIF第一位的女會議長 我非常的喜歡聽他在台上說英文 所以我曾經 遠征正大 就為了聽他演講 然後那天也剛好是他的生日 我萬萬沒有想到我這個粉絲的這種行為 竟然會成為雲珍日後 從正大畢業後 選擇 到我們TGIF當會友的一個討論因素之一 我非常喜歡雲珍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非常認真的孩子 我通常有時候我會把他當女兒看 因為他 不僅 每天都很認真的學習英文 也寫了很多的影評 就是一個非常認真的孩子 多才多藝 接下來 陳怡娟 我跟他的相遇是在保羅 TagTalk的課上認識的 那因為我覺得我跟他很投緣 我就把他來TGIF 然後他就變成教育副會長 然後就變成了會長 這個擁抱 那天我們是做一個母親節的一個活動 所以就像Liz哥說的 大家都說我是TGIF的媽媽 接下來呢 林慧 我們現在每天都在替他禱告 那林慧呢 是TGIF的創會友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參加那麼久 你都不當會長 他說工作忙啊 然後我就說 好 你當 你的下一任我就接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 所以我是第八任的會長 參加TGIF六年半 為什麼我這麼愛 為什麼每個禮拜六 不跟朋友去看電影 都來這裡 因為我一直相信 彥青說的 我們要 我要跟TGIF一起變老 這就是我美麗的承諾 總會 那天就說了